路过在新竹五丰乡的清泉温泉会馆 延荡将近十年时间 历经五任乡长四次流标 今年十一月渴望再度开张 五丰乡代理乡长靖邦中表示 七月上任以来陆续有九间业者现场参观 但都没有合作意愿 因此乡公所决定主动接手 在有限的预算跟人力之内做最大努力 针对馆内设备管线安全确实维护 不仅要来力拼十一月五号市营运 在顺应搭配十一月十九号的清泉大桥开桥典礼 从以前到现在已经六十年的一个温泉 应该把它提供给社会大众 尤其乡民来共享 所以我跟乡公所的同仁 大家努力在极有限的预算 及人力情况之下 我们来做一个开馆的计划 那当然就是时间已经很久 里面的设备有一些老旧 那工程的设计上面 当时因为地处偏远 设计师跟建筑师的规划 也不禁符合理想 尽管如此 我们也希望说 就现有的情况之下 来提供给所有的乡民使用 所以我们预计 在十一月五号之前 来做试营运 面对温泉会馆停摆八年 如今终于盼到再度开张的希望 主任表示 期盼县府公所及相关单位 能够尽数将温泉会馆规划完善 活化整体观光路线 我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的温泉馆能够赶快再做 因为记得从过去修温泉馆的时候 开始我们的生意真的相当不好 对没有给我们带客人嘛 最主要是学粮他们来逛 学粮估计也顺便可以洗泡澡这样 这样子给我们开明树叶的 才会客人会比较多 我们这边温泉有没有 寒酒都没有再开嘛 有我们最近好像十一月十九号 我们就市影院 应该是这样子 对我们这边租人的那个有没有 就好好地来规划 另外代理厢长也提到 新竹县长邱靖淳 22号现场勘察之后 在24号批准一笔150万元经费支援 而乡公所则预计纳维武丰乡居民的优惠考量 收费方面也与乡代会取得共识 会针对涉及在乡内居民在一半价优惠 期盼能如期以崭新面貌迎接游客到来 也附赠当地经济 原事情会觉得三迈 学家用新竹武丰采访吧 稍微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